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自喜来当政变强调中庸多元的新盟政府倒台之后 前首相马哈迪他就像是川剧的变脸演员 立刻换了一张脸一直往种族极端的路上前进 一去不复返 近期他更是变本加厉 不断地发表煽动性的挑衅言论 公开挑战非马来人对国家的忠诚度 煽动马来人的种族情绪 唯恐国家社会不论 曾经担任过两次首相 不过现在他连国会议员也不是的马哈迪 针对非马来人发表具挑衅性言论的动机到底何在 而身为国盟旗下的四周顾问的马哈迪 大潮种族主义又会为国盟带来怎么样的效应呢 是加分还是倒米呢 塔斯玛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詹运豪 在接受《八点自热报》的访问时就指出 其实马哈迪他过去到现在都是种族主义者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马哈迪撰写的《马来人的困境》 书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 马来西亚的政治必须由马来人主导 那如果不这样做 华人就会夺走一切 所以一开始他就是以大马来人主义来制造马来人的危机 博取马来人的支持来上位 直到坐上了首相宝座 詹运豪指出从该书的内容到现在马哈迪的言论 可以知道马哈迪他有史之中都是靠排他族群的大马来人主义形象 在马来社会博取政治筹码 那马哈迪近期发表的言论 只不过是在重复他早期上位之前的政治伎俩 那以前呢由于社交媒体没有普及化 因此呢很多人不知道马哈迪 其实是善于以煽动族群言论 这种廉价的政治手段来累积自己的政治本钱 政治学者黄敬发也认同 马哈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种族主义思维 只不过当剧情需要的时候呢 他才会在表面上转变他的立场 突出自己不是种族主义领袖的虚假形象 回看马哈迪的政治生涯 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 成功和其他马来种族主义领袖 推翻了立场中庸的第一任首相东姑阿杜拉曼 不过到了1981年准备上台当首相的时候 马哈迪他又摆出了一个改革者的姿态 直到了烈火墨西风潮掀起 马哈迪再次走回旧有的种族极端路线 但是后来经历1MDB事件 在西蒙支持下第二次上台当首相的时候 那马哈迪又转变成为了全民领袖的形象 而现在的马哈迪只不过是打回原形而已 因此黄敬发就形容 马哈迪他是个天才型演员 会跟着当下的局势说不同的话 但是骨子里头的种族极端主义DNA 其实有始至终没有改变 黄敬发认为国盟委任马哈迪 作为旗下四周的非正式顾问 完全不是因为他的种族极端言论 可以为到选情加分 因为毕竟在国盟里头 还有像是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击打大臣沙努西 这些马来社群点中的 马来民族主义红人 国盟让马哈迪加入 纯粹只是在利用他的剩余价值 现在的国盟啊 其实只是在以看戏的姿态 在看马哈迪表演 尽管如此 UCSI大学教授兼时事评论员 达佐丁他还是认为 马哈迪的加入呢 能够为国盟拉拢到一些 支持马来人至上的马来选民 前首相马哈迪 现在已经不在乎非马来人的感受 把自己塑造成 大马来种族极端主义者的前锋 那作为国盟四周非正式顾问的他 能为国盟带来加分效果吗 澳洲塔斯玛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 詹运豪和UCSI大学建筑系教授 兼时事评论员达佐丁 在接受八点罪恶报访问时都认为 尽管马哈迪见走偏锋 引起非马来人的反感 但他所发表的言论 肯定可以吸引到特定的马来支持者 而对通过分化族群关系 坐享政治红利的国盟来说 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Emmet 我也不认为认为 这些统统会支持出品丹 因爲连玛哈迪是一个叛选 这是一个比较为出品丹丹 《匿丹丹丹丹丹丹》 竟然把这个统统允认为 马拉雅的选择 也有些人推荐 马哈迪有金融资源 为国家的资金融资源 我认为他的资金融资源 还有限制资金融资源 不过黄建发则认为 马哈迪的加入 并不能对国盟的支持度 掀起多大的波澜 反而会造成非马来选民 更加反感 因此白马哈迪上台 不使不会加分 还可能会捣米 对他最近想要尝试 争取非马来人的努力 可是得不偿失 国盟让他在竞选活动上发源 纯粹是利用他的剩余价值 所以他们是在看戏的 又看戏的姿态 让他去表演 因为国盟需要的票 没有他也少不了多少 当然他上台 会让更多讨厌国盟的 少数族群自由派更加讨厌 但是国盟大概也不会在乎 因为他觉得说 这些票怎么样 也大概不会过来 除此之外 黄金发表示 马哈迪的加入 也可能会让国盟未来 在祖政府的时候 面对难题 毕竟 东马阵营 不会接受像马哈迪这样的 种族极端主义者 他还指出 在国盟里头 比马哈迪极端的人 多着事 前有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后有击打大臣沙努西 而且还比他受欢迎 因此马哈迪 只是个过气政坛引地 对国盟的帮助并不大 马哈迪基本上是非常努力 但已经过气的震探引地 他再努力都没有办法重新召唤过去的票房了 马哈迪的这些言论其实是万变不如其中 他需要极端就极端 需要温和就温和 只是今天跟过去很不一样 今天明治已开 所以他的影响力 其实比过去削弱 因为你说极端 比他极端的人还多 你说开明 比他开明的人也更多 所以他是一个 在暮年发现自己 逐渐逝去舞台 而有一点点 茫然是错的老人 黄庆发认为 前首相马哈迪的影响力 已经逐渐削弱 但问题是 为什么始终还是有一批死终的铁粉 会为他所发表的 种族极端言论买单呢 UCSI大学教授达祖丁表示 其实问题就出在 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 他说国家的教育 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 都没有教会学生 如何用理性和正确的价值观 去思考去辨别真相 而这样的教育体制 也导致许多人没有安全感 深怕有人试图改变他们的种族宗教 因此当有人在社交媒体发表 煽动言论的时候 他们就会信以为真 那当下的社会价值观 整个已经被扭曲了 变成谁讲话大声 那谁就是那个真相 而这也是为什么 马哈迪他能够赢取部分 忠实支持者的原因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